好 那么在这一场灾难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演艺圈发挥了号召力 小猪罗志祥在演唱会当中带领上万歌名替灾民祈福 那么就结伦第一时间捐赠100万人民币 李连杰出动了基金会的救难队 那么企业界包括了郭台铭捐赠了台币2.4亿元 而康师傅统一捐赠泡面物资急送灾区 就在地震发生当天 小猪罗志祥广州演唱会要1万名歌迷一起做这件事 毕沙头替地震灾民祈福 希望传达满满的正面力量 也取消在周一成都的活动呼吁歌迷去奸血 演艺圈因为地震大动员 周杰伦第一时间捐款人民币100万 大约是台币481万 一能倾捐50万人民币和润东捐30万人民币 更有不少艺人通过影像 呼吁粉丝投入救灾 陆陆续去还会有很多的余震出现 希望在灾区的朋友们 尽量的到一些空旷地区避难 李连杰动员基金会人员 组成救难队送物资进灾区 就让台湾企业界也慷慨解囊 鸿海集团郭台铭捐款5000万人民币 大约是2.4亿台币最多 康师傅统一由成都工厂运送泡面饮用水 从企业界到演艺圈动员 希望能够发挥寒冬送暖 抚慰灾民的心 记得三名黄昭盛台报道